那我们现在就深入来看一下 就大概看一下这个经文 所以24章 首先我们看这个树枝发嫩长叶 从无花果树学个比较 那我们知道大家去查 那个旧约局耶利米苏 那个圣经用两个植物代表以色列 一个是无花果树 一个是橄榄树 两个 对不对 那所以那个无花果 包括那个耶利米苏里面 讲到那个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不是就说神说这个你看 以色列就好像无花果树 有一框是那个好的 一框是烂的 有没有 就这样 所以这没问题 绝对耶稣讲话都不会乱讲的 OK 耶稣的一 所讲的每一个字句 把基夫你到旧约都是查得到的 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你到旧约里面都查得到的 OK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耶稣自己讲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那是讲旧约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来呢是 等于是他 他来是要把那个旧约里面 所写的 关乎他的所有的 所要说的话 所要做的事情 什么种种的 他要全部把它演出来 以他这个人 实际这个主角 把这个剧本完全演出来 OK 好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 你继续查旧约完全都查得到 OK 这很重要 然后 那那个 你们就知道 夏天 那树枝发嫩长叶 那这里面他就有讲到 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讲的更清楚是说 当你看到 无花果树并其他各样的树 这两个树是分开的 这两个种类是分开的 OK 还有这句话 那 意思是说 后来我们才 因为你经过了这个历史了以后 二十四世纪大战的 这一些那个 帝国的崩垮 民族自治绝 这些世界上的 就是说联合国里面的大多数的成员国 都是二十四世纪大战 一四世纪大战以后才成立的 OK 那这个就 我们就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知道说 原来主耶稣你的意思是说 以色列这个就是 无花果树 还有其他各样的树 可是他们是在同一个时间 啪 长出来了 那当然以色列这个树 是过去旧约就有了 它是枯掉了 有没有 耶稣不是咒诅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吗 但是它枯干不是永远枯干吗 来 它后面就 又发那只长绿 就复活了 OK 可是那个新兴的 比如说泰国 什么这些国 对不对 那这些 美国 都 那个旧约里面没有 那它也是长出来了 所以 这个就是在第一世界大 第二世界大战以后 那所以这些的树都 叹叹出来的 夏天近了 那我问你 夏天近了是什么意思 夏天近了 如果 你们对我们过去在传讲的 希伯来根源里面 看那个耶和华的 那个春季节期跟秋季节期 春季四个节期 秋季四个节期 简单一句话做结论 春季的四个节期呢 讲的就是 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 虽然表面上看的是 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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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节期 你怎么过 玉岳节 什么这些 包括后面七七节这些 OK 那 七七节基本上就是 成就他 那个 那个圣灵浇灌 对不对 这是耶稣第一次来说的 事工的 总结 到最后就是 七七节的时候 圣灵浇灌下来 那个 就完全应验了 施洗约翰 说一早就在 约旦河的时候 为他施尽的时候 耶稣从 对 所以你上来的时候 当那个moment 他一上来 马上 对不对 啪 天开 然后 那个圣灵 对不对 圣灵就好像鸽子一样 不是降在他身上 是 Dwell Shakine 居住在他里面 就是 以他为圣殿 所以耶稣就是 一个行走的圣殿 好像当初的 那个摩西 那个会幕的时候 在这个约柜上面 两个 斯恩座 两个天使 两边 两个基督博天使 当中 那个 就是耶和华神的 不是只有他的荣耀 他那个荣耀 有个特别的名词 那个名词叫 Shakine Glory 所以我们那个敬拜 英文的敬拜歌曲会 Shakine Glory Shakine Glory 有没有 那个就是 意思说 这个 这一个荣耀的形式 那个形式 是 把它当作家的 以他为居所 Shakine的意思是说 Dwell 以他为居所 那个有一种 非常特殊特殊的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 当然是你可以说 充满全宇宙 那个 的确是这样 但是 你要看 Shakine Glory 你全世界 你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你非得要 就是在约会上面的 诗恩座 那个 就是 这个是我的家 那个Shakine Glory 那个就是 当初摩西亚 那个 以色列拜了金牛犊以后 然后呢 那个耶和华神说 好 你们还是进这个 迦南地 但是我不跟你们去了 摩西就是讲这个 摩西跟他 RQ是RQ这个 就说 全世界 我们以色列民 跟全世界 所有的民 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比我 他们也开 Mercede Benz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也 子孙满堂 他们也 常受富贵 也都有 那我们以色列民 还不见得像那样 但是呢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就是这个Shakine Glory 他就是跟耶和华神说 我们以色列 万民之中 你独独 单单的选择了 以色列 然后呢 赐给我们的利率点赞 然后就这个约会上面 你什么地方不住 你就是偏偏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约会上面 彰显你这个Shakine Glory 这就是你荣耀的居所 你不跟我们去 我就辞职了 我的辞职书就在这里 I quit 这下呢 对不对 哇 你想想看 你是烈花生 你是龙心大悦 这个真的是 哇 尿到我的 哈 尿啊 对不对 这摸着我的心 这个我不能讲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你懂你就懂 你不懂你就不懂 是不是 还要讲就太 没有价值了嘛 所以呢 耶和阿神说什么 OK 我去了 这是这样 Shakine Glory 好 后来这个Shakine Glory就在以西结书 里面 对不对 尼不夹杀 要来毁圣殿以前 对不对 那个 以西结书还是 那时候已经被掳 他在那个第二次就已经被掳了 第二次围攻了就被掳了 神还特别把他的灵 把他从加巴掳合 第一次再提回圣殿 让他去看 就看耶 这个Shakine Glory从 约会上面 出来 然后从东门 对不对 离开 然后在尼泊山上面 停留了一下下 回眸一顾 I will be back 就上去吧 就这样 好 所以呢 到耶稣那个时候 从约旦上来 Shakine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 里面在讲的 对不对 还是什么书 反正anyway 就说 反正圣经里面的 那就是说那个 神一切 本性一切的丰盛 对不对 都有形 有体 居住在耶稣 意思是说 他居住在耶稣 这个body 的form里面 而且是无限量 没有限量 完全圈圈 好 所以说 就是Shakine 在他里面 所以耶稣 就是一个行走的圣殿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因为圣殿 最重要就是这个嘛 然后呢 那这个为什么 我们才明白耶稣说 你拆毁这殿 我三天就把他建起来 对不对 他是指着这个说的 这完全 讲得通嘛 耶稣呢 真的没有夸大其词 他说的呢 就真的很精确 很精准 OK 他也没有胡说 他没有八道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也没有夸张 他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讲得真的很清楚 事情也是照这样 那么所以他 当他在这个 七七节的时候 那个圣灵这样一浇灌下来 那个就是 他的事工 不是说复活的时候结束 他的事工是到七七节才结束 这个就是Michael Roo在讲的 米赛亚的 七十个七的服事 那个是在 那个 就是 大尼里书的 七十个七的预言的 第二个层面的应验 完全应验在 耶稣一生的服事当中 七十个七 所以我非常推荐 那个 那个 四福音书的编年体 四福音书里面 把时间走 时间完全列出来 一天不多 一天不少 七十个 七十乘以七 四百九十天 一直到他圣灵浇灌下来 为止 OK 那谁能够应验这个预言 他就是米赛亚 这个是 但义书的 七十个七里面 里面那个 对不对 七十个七的预言 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 他有神国的 层面 到起司都要应验的层面 也有米赛亚的层面 OK 这圣经神的话语 就这么厉害 那时候法利赛人 后来不是法利赛人 更少从那个 耶路撒冷跑来 然后就说 Give glory to God 你告诉我们 就说他的见证是什么 有没有 他就讲说 我是用水帮你施禁 但是呢 还有一个 有没有 比我还大的 比我从我后面来 但是比我还大 但是呢 他要用圣灵跟火 有没有 为你们施禁 有没有 好 那他 他在讲什么 他是一个 这就是司徒院的见证 后来在到了那个 使徒行传的时候 那个圣灵教官的时候 那个彼得一起来讲道的时候 就是引用这个 OK 那个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什么现象 现在就是当初 你们都看到 你们也经历过了 你们可能很多 都受了施洗一样的禁 他对了这个人 所见证 做的见证 岂不是这样吗 就是圣灵 他用圣灵为我们施禁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圣灵教官就是他做的 就是你们把他钉在十项 那个耶稣做的 OK 所以说 这一个圣灵的教官 在那个时候教官下来 好 七七节 那就结束了 弥撒尔第一次来的事工 来 好 所以呢 那个节期里面 所有的规定 全部 他其实一个预言 来教导我们 弥撒尔第一次来 所要完成的事情 好 那命中率 百分之一百 好 那如果他这个 第一次来的 春季节期 所讲的这些 命中率 百分之百 秋季节期 三个节期 命中率会有多少 这支股票要不要买 运赚不赔啊 你买这支股票 运赚不赔啊 运赚不赔啊 全都放下来 是不是这样 这比买台积电还 好 秋季节期 各位 我想请问各位 秋季节期 从他开始 到他结束 总共几天 好 我们来说 我们大家来加一加 对 差不多了 张老长得差不多 对 这个 提示礼乐一号 吹脚节 然后赎罪日 10号 对不对 然后 从15号 开始是 祝鹏节 祝鹏节七天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 七天结束 还有一个第八天 那这样子 所以 15 16 17 18 19 20 21 那就七天了 22 好 你看 22天就 是不是很快 你跟春季节期 比起来 是不是很快 Why 就是这样 都在里面 Is it fast It happens so fast 好 那我问你 所以耶稣意思 好 春季节期 那时候他来 已经差不多 对 基本上除了 那个复活 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除了他那个复活 复活他是要应验 那个出手节嘛 一粒麦子落到地里面 死了 然后又长出 许多质疑 就带出许多人的复活嘛 OK 这样子 那个出手节的应验 然后那个 教圣灵教管七一节 Anyway 就 那 基本上都快要成就了 春季节期 四个都快要成就了 那 那春季节期 结束了 秋季节期 三个 所以呢 他说夏天近了嘛 那我问你 夏天近的话 秋天还会远吗 不会嘛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 图像式的言语 而且是用农业的 那个作业的时间 的言语 我们就可以很明白了 好 耶稣在说什么 好 所以就是那么近 然后大家要注意这个字 看见这一切的是 All these things All these things 不是看见一个 两个 我们现在要看到地震 吓死了 吓死了 911大地震 对 地震 地震 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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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所以耶稣说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怎么样 不是啦 你不是看到这一个 你在那边怕 他那个怕 不是 他说怎么 然后告诉你说 All these things 他讲的是一切都到齐 这个用一句英文上 英文来讲叫convergence 汇聚 讲的这一些 你都看到了 也汇聚在一起发生了 所有不同的面向 全部到齐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 你说以打仗来讲 打仗来讲 海陆空三军两栖部队 还有一个太空部队 OK 对不对 全部到齐了 要打了 你就知道要 这一下 大仗要开始 这是海军在那边 两栖部队之后 看到两栖部队在动 这个 还不是 OK 不是All these things 好 所以convergence of the sign 各位 我们现在 也是看到 这个convergence of the sign 太清楚了 过去十年 2011年到2020年 你看到很多的照 我们讲真照 讲sign 对不对 耶稣说你们要 明白世代的真照 可是这个真照之前 还有一个照头 苗头啊 冒出来一点点 那个叫照头 Right 然后呢 这个照头 一开始了以后 然后呢 它又 经过一段时间 变成一个普遍的 一个现象了 变成一个普遍的 phenomenon 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了 那比如说 我们讲的 同志运动 Right 你可能 二三十年 刚刚出来 冒了一个头出来 刚开始萌芽了 可是二十年以后怎么样 It's the sign 这是这个世代 特有的真照 That's the sign of this generation 30年前 40年 50年前 没有这个sign 甚至十年前 在台湾来讲 如果我们说 今天会是这个样子 是变成我们这个世代的 这个generation的 一个sign 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Paul 你在讲这个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你看看 是不是现在是 就完全在学校里面 在哪里 在哪里 在每一集各方面 OK It's the sign 所以它有一个照头 然后变成一个真照 这个真照 普遍的 变成这个世代的 一个特殊的标志 那个叫sign 这样大家清楚吗 那圣经里面 不缺乏 各式各样的sign 因为神的话 也是要让我们明白 OK 所以圣经里面 讲的那个sign 刚刚我讲的这个 只是其中一个sign 有军事上面的 医学上面的 有那个科技上面的 太多太多太多sign 那我们并不缺乏 这样子的prophecy 我们这个世代 不缺乏先知 而且各式各样的sign 写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缺乏的是 愿意 好好静下心来 读圣经的 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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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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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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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要当口香糖 放在这边 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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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就会痛 OK 我们现在不缺乏 对 那个 because you know 先知是prophet 预言是prophecy 那prophet就是来讲prophecy的 可是那prophecy 都已经写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 很多很清楚的 OK 那我们懂得这个的话 那我们对于先知的讲论 你不会说今天这个先知讲这样 就是 就认为是这样 这个先知讲那样 你又是认为是这样 可是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可以判断的标准 跟我们判断的一个基础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甚至保罗 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 他为什么到了霹雳亚 霹雳亚那边跟铁撒罗尼迦的不一样 铁撒罗尼迦的 对不对 本来听了 哇 Man This is it Man 跟了 对不对 然后呢法利赛人啊什么就派了黑手党的混进来啊 Antifa Black Lives Matter 混进来产生搞的暴动啊 把这个罪就嫁祸到保罗身上去了吗 诶 怎么先跟现在有点像 Man 你看是不是 Prophecy is the pattern The pattern is prophecy 同样模式的翻版嘛 因为神的灵跟撒旦的灵在对抗嘛 不同世代的对抗嘛 当然是不同的application嘛 但是呢 同样的spirit 是这样嘛 好 所以呢 那个时候铁撒罗尼迦 哇 又开始反对 我来 你怎么可以忽伤忽下忽悔 忽爱忽恨 又爱又恨 Like Are you crazy 好 可是 你看 到了霹雳雅 霹雳雅 那个人 贤于 贤就说 不是他们吃盐 吃的比那个多 贤是更贤惠的那个贤 来 他们更有智慧 比撒罗尼迦迦 为什么 因为保罗 我知道保罗 你很有名 你是什么大弟子 又被耶稣 圣灵浇灌 然后启示 你讲这样子 我就来对圣经 所以他们PDR 天天查考圣经 要验证保罗说的是或不是 叉来叉去叉来叉去叉来叉去 辩论来辩论去 到最后他讲的 剪的是剪的呀 耶稣剪的就是彼赛呀 有那个base嘛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神要兴起末世先锋 末世的末世先锋们就是要这样 OK 你就不会像风中的芦苇 水风飘荡 婀娜多知 不会 来 好 而且当人们在这样子各式各样 很快速变动 事情层出不穷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笃定 很完整的一个看见 而且你可以给他们指示出来 你从那个信心 这个叫真实无为的信心 这是信的有根有基里面的 然后你跟他们讲 事情就真的会照这样 你看 那过去的发生的事情 都写在圣经里面 也是这样这样这样 好 他们就信了 很多人就会这样信了 OK 那当然还有圣灵的大教官 可是大家不要老是想要 捡便宜的 以为我都不用 我都在那边等圣灵教官就好了 圣灵教我一下 全部download 什么都懂了 我告诉你 我发现好像这不是神的原则 你知道吗 因为神奖励勤勉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神的荣耀 就是把他的话语隐藏 东长一点 西长一点 是那个 对 但是君王的荣耀是什么 就去把他挖出来 他奖励 奖励你这些的 这个勤勉的study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勤勉的study 所以他的 你那个基础才够 像我想大家都基础都很好 OK 因为大家看看 我看大家表情没有一脸那种 好像降伏这样子 伏在那里 我知道 因为如果 你对圣经没有些了解 我讲这些 串来串去大家已经 我还get lost 一脸迷糊的表情 大家都没有 很棒 OK 好 那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这个基础以后 对 然后圣灵再来给你启示 就是点通认读二脉 而已嘛 对不对 几个点 一点全通了 就这样 我特别把 Kim James的 也放在这里 那大家读的时候 最好连 Kim James的英文版的 一起比对一下 OK 因为有一些和合板 他漏掉的 那我凭Kim James 看看我可以补书 好 你看 我们就以33节来比对 Likewise 你看光是这个likewise 这边应该是像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这样子 是像这样子 OK Likewise 有沒有看到 那既然是likewise 是like什么 就上面的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 这个关联性才有出来 Right When you shall see all these things 你看 未来事 对 shall see 未来事 当你们在未来看见 看见 这些一切的事 对不对 好 就这样 那就是 那人质的脚步声 敬我爱人 大大大的马蹄声 已经听到了